喜欢赏花的民众有眼福了 圆山香圆山路一段以及二段 现在正是露树阿伯勒的开花旗 成串纤黄色的花朵 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尤其是风吹花落的时候 就像是下了黄金雨一样非常的漂亮 预估还有20天的花旗 不过民众路过的时候 请将车辆靠路边停好 并且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盛开的阿伯勒随风摇曳 飘下阵阵花雨 就是大家所称的黄金雨 营造出丝情花意的氛围 而在树上的鲜黄花串 更是耀眼美丽 时常吸引外地游客跟在地民众 拍照留念 我看大汗 大概几年 十多年 以前到现在比 现在比较漂亮 漂亮啊 漂亮啊 大汗又漂亮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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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漂亮吗 有啊 真漂亮啊 很漂亮啊 对啊 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馆民 可以来这里 来这里看这个黄金雨 就是它开下来后 火锅也落下来后 它会变成金色的花样 所以说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黄金雨 根据地方表示 原山路一二段总长超过三公里 路旁都是栽种阿伯勒 每年五月份开始盛开 尤其近几年更是壮观 所以成为原山乡的景点之一 因此非常欢迎 县民或游客来赏花 但也要注意 这种安全 它是泰国的国会 是印度的生会 在这个严热的天气的时候 会开到非常漂亮的这个火水 我们沿路看到 黄金一片 幼民这个圆金虎 在这里我们也要 保佑我们所有的义客 还是乡亲 在这里过后 一定要停下来 因为还剩地底的 可能将近二十天的这个火锅而已 在这里留下永恒的这个回忆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路边停车 一定要停在里面 在在这里的时候 也要注意 这个 我们这个台七山顶头 车轮的这个 翁会 过人的安全的问题 一定要过好 今年阿伯勒的花期 还有十多天 有兴趣的民众 可趁着空闲走一趟原山 同时也可以探访 巷内的其他观光景点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道